在一百五年就開港的坐 安家慶天中 算不在今年通車路 高通報這個拜六會去火灘 那真正通過就有發給英文的許可 新報起簽戶是表示 願望可以在過年之前開放通車 當時永遠在安家慶天幾十四床 站在旁邊繼續時間 安家慶天幾已經在 幾年十二過十一半初見 後面是完全改善的事項 就請高通報來辦路勘 這禮拜六路勘完成之後 如果需要改善的宿航完成 就會拿到高通報英文的呼吸 我是覺得很方便 因為到安坑一下下就到了 對 就是就是如果是住那邊的話 來這邊會很方便 他很麻煩 他不是要到大坪林嗎 對啊 然後還要再換 然後上班的地方在南線 那這樣多換兩次 其實還不如搭公車可以站到 前段七點五公里的安家慶天幾路三時 對安泰路開始 遠安一路北京 趁過國土三號陰中安大橋 印度後連深點的十四床地區 總共有九個車站 而且可以轉接 入客到大台北都會區的節運路網 通車後安家地區到台北市的通勤時間 可以減十五到二十分 交通合車分析 安家慶天幾對在地的交通 尤其通勤的訴求一定有幫助 但是後面也要輸口 其實離風十多的訴求 真是可以動營運 尖峰時間過了以後就沒什麼人了 結運這個隊 如果只是服務尖峰的時候 這個也需要考慮 過年就要到了 新北市政府是要拚通過交通部的路 更接觸後 可以在過年進展來通車 配合安家慶天幾就要通車 新北市交通就是幾個 旁邊四條接撥公車的路線 但面對是好用 安家慶天幾通車之後 旁邊的優拜客應該要做上路 方便民眾來利用 記者綜合報道